把它執行出來 那最簡單的方法 教一個方法 寫完它叫萬連例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旁邊加一個按鈕 插入裡面圖案 這邊有個圓角矩形 我習慣用圓角矩形 當然你也可以在開發領域裡面 插入裡面有什麼呢 表單裡面有個什麼呢 按鈕 這兩種方式 或者這邊有個按鈕 那我建議呢 如果你比較不是很嚴肅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用圓角矩形 這邊呢就是拖拉出來 這邊有很多種樣式 按右鍵 編輯文字 裡面呢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萬連例好了 比如說我給它一個名稱 叫萬連例 然後呢上面就會顯示萬連例的按鈕 萬連例 萬連 OK 打上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 這個把它常用 自中一下 這個 這個 水平自中 好 把這個按鈕加上去之後 從這個圓角矩形 然後再來加上按右鍵編輯文字 再來按右鍵 第二次按右鍵指定聚集 聚集的部分的話呢 可以找到什麼呢 找到裡面一個叫萬連例的 萬連例的 因為我寫兩個 我寫應該是三的這一個 那你們可能應該是只有一個 按確定 那我們來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清除掉 按一個什麼呢 萬連例出來了 如果底下再加個清除怎麼辦呢 其實清除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嘛 如果你要清除裡面的資料呢 用這個概念可不可以寫出來 插入程序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